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我想中国大陆是没有放弃无力对台吧 不过在哪些情况下 以及何时可能会有军事行动呢 其实在这两年都成为国际间高度关注的焦点 但是这是假议题吗 这几年也有不少国内外学者专家都提出不同角度的观察跟解析 那么也陆陆续续出炉了相关的民调结果 告诉我们或许不能够排除两岸军事冲突的可能 我们想问一旦战事爆发 是否愿意上战场呢 美国会出兵协访台湾吗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还有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在15号发表一份民调 那么显示哪些情况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 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秘书长 你好 是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见您好 好 大概持续这两三周下来 国际间最热的焦点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许有些国家不认同入侵这两个字 但是的确是俄乌战火持续在延烧 好 那么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网络上掀起热议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这样一个说法 你们这份民调呢 所进行调查的这个时间也刚好是最近嘛 所以应该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好 就如同我刚才所转述的 在民调当中设计这一题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这台湾人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在民调当中是不是显示 民众是认同这个说法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解读 如果认同的话表示说 未来台湾的处境 有可能像乌克兰一样 首先我们要看到 今天我们这个民调 当然是最近这一周的事情 整体看起来我们当然是以 今日乌克兰跟明日台湾的这个主题 来做一个开场 那事实上我们整个民调的 这个题目设置在乌克兰战争 以台湾安全 换句话说是以乌克兰 这场战争来做一些 民意上的一个反应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这个看法 当然这个是从蔡总统开始 他们就提到 那当然这个变成是一个 新闻上的一个焦点 如果说我们现在 从民调上来看 认同26.1 不认同16.1 这种数字来看 台湾的百姓当然是 不认同这种对等的一个 现象的一个发展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 也许我们在第一个反应上 从这语词上反应上 是当然是不认同 这种我们是心理上 是很正常的一种法术 但是如果我们整理民调上来看 就是说我们底下还有七八条 那我们就发觉到说 那确实是这个乌克兰战争 对台湾老百姓的在心理上 是有影响的 并不是这么简单 是跟for 这两个答案而已 对 我想这个有一些历史的原由 乌克兰以前曾经是俄国 他所统治的 他是同种的 同文同种 那后来独立出来 那美书长提到重点 就同文同种 俄罗斯为什么会出兵乌克兰 当然现在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因为乌克兰 想要加入这个北约 往欧洲靠 是不是俄罗斯 比较不能够容忍 可能踩到它的底线 所以虽然远在接近 欧洲这个地方的战火 但是在台湾的我们 真的是很担心 所以刚才这个民俗长告诉我们 这个民调是61.6%的民众 是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那么26.1%表示是认同的 不管如何表示民众 对于这样的国际焦点 是有感觉的 而且是关心的 但是这个本质上 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其实也关注到 陆尔会的说法 其实在很多的条件环境 跟本质不一样 那么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在日前一场记者会当中 答复台湾媒体询问 也说本质上是不相近 不过是中国大陆的说法 它的主张的立场 可能跟台湾的看法 又不一样了 这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个部分 好那延续 刚才民主长你所提到的 这份民调当中 还问了一些非常相关的 就是台湾民众 你愿意有什么样的行动 好 在民众保卫台湾安全的态度方面 假设中国对台湾 采取军事行动 有高达70.2% 受访者表示愿意 为保卫台湾而战 你怎么样看民众的 勇敢愿意挺身而出呢 秘书长 是这一点反映出来说 对于战争到来以后 台湾老百姓 对于这个战争的看法 或许他们认为说 只有直接面对 当你直接面对的时候 那当然就很难避免 这个战争环境的一个制约 我想这个反映出来 也算是一个正常 那我们当然在看 这个民调的时候 恐怕不能单一的看说 这个是否愿意为 保卫台湾而战的 这一条上面 因为在我们这个民调的 设计上面 也有去彰形 其他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个底下 两岸发展的时候 和平往来 抗中保台的这个选项上面 那当然和平往来的人 大概77.3% 反正话说 他的那个强度非常高的 也就是民调的意见 两岸其实应该和平往来 这种想法是蛮高的 那这里面就发觉 这个战争来到了 我当然是要保家为国 但是在还没来到之前 我们是希望和平的能够交往 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不会发生战争 怎么样才能够和平交往 我觉得这里面 突然出来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台湾民众 也不想要两岸有战事 所以和平交往 即便五六年来 两岸的官方互动 比较没有那么的热络 但是呢还是有些往来的啦 当然我们在军事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官员也都说 我们是不求战的 但是备战的 如果你从一个战略观点来看的话 两岸军事的对立 对两岸基本上 也都没什么好处 这个我想这次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 对一个战争打起来 你就知道了 战争没有赢家 战争是没有赢家的 那如果再如何能够避免战争 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值得我们在自政党也好 或者是对岸也好 大家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是是 我想两岸不要有冲突 才是两岸民众之福 那但是中国大陆 会不会因为我们踩到所谓的红线 比如说他们常常提到的 台独分裂行径 这种用词书法 就有可能 这样的风险是会提高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中国大陆的 它目前不可能把台独的一个成立 视而不见 这个是我想 这个他们现在也做不到 这个我想脱离现实了 那么怎么样会发生战争 这就是我们必须来考虑的 一个非常重要 一个概念我想在这个地方可以提出来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战争 其实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角力 其实在包装杂志里面 很少人去提到这个部分的一个概念 我们只知道说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其实它是一个共同安全的概念 希望得到北约的一个保障 那同样的 它那个地理位置 刚好是临街的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本身呢 他也希望他自己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他只有靠他自己 那靠他自己 他就很担心北约把他的武器摆在他家门口 那当然他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做反应 秘书长我想请教 俄罗斯的军力不是也很强吗 不是很强 是 那会担心北约会有所谓的军事 或利用其他的方式来慢慢的并存 或把乌克兰拉拢过来吗 你讲所谓的拉拢是北约把它拉拢 或说并入是北约或欧盟欧洲这些国家 我想这是他乌克兰政治上的意愿是这样做的 希望这样做的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一个国家有主权 他想要怎么做 他想要加入谁能干涉呢 基本上这样讲法也没什么错 这从一个国家主权的观念 但是你要从一个区域的安全的观念的时候 那状况就会不一样 这好像说蔡总统他讲了 今天乌克兰明日的台湾 这个是不成立的概念 它里面的解释有个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台湾本身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 战略地理位置 这个就是凸显一个问题 就是地缘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俄罗斯跟乌克兰 基本上他们如果好好相处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相安无事 对 现在最怕的就是第三方 他的态度 第三方就是 谁会介入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发展 他如果是善意的 那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他如果不是善意的 有危机感 或者是他想要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安排或处理 就对抗性的冲突性的 那一定会引起这个地方的一个冲突 是 所以可以这样的解读 就是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他受到一些威胁 这个缓冲地带没有了 所以他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 好 那台湾的部分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就是很恰巧的一个地方 是 因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都很理解 这几年很奇怪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风向球 风向 在东边的这个台湾海峡 在西边的乌克兰 这什么意思 当时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哎呀 怎么会形成这两个热点 而且很多其他的国家 就把这个热点当了一回事 那怎么会塑造起来的 塑造起来 怎么会被塑造 被塑造也有可能 所以我刚刚说 这是不是一个假议题 两岸军事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来验证 但是我们的确是看到 是有一些变化的 我们现在说恶物战事 两岸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你们就觉得 这个还是持续观察 就是说很奇怪 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一个变化局势 这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好像美国的基金级 我们想年纪很大了 他是一个战略学家 其实他在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跟乌克兰讲了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乌克兰不能做任何其他方法 当然不好意思讲 其他国家的一个前哨 这已经在2014年 就已经警告他们了 这个趋势还是发生的 所以也是蛮遗憾的 是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他说他不加入北约了 那是因为本人已经发生了 是而且他一直拉高分贝 希望其他国家能够给予实际的军事的协助 这个是我们在民调上面的第二大部分 就台湾对美台关系上的态度 这个其实就是这次战争给台湾老百姓 一个蛮好的一个反省的机会 思考在战争过程 我不讲和平时期 在战争的时候 总买在上方关系上的一个可能性 是非常谢谢秘书长 在节目前半阶段帮我们解析 学会跟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两个学会共同所进行的一份民调 从这个恶物战火来看台海局势 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战事的话 台湾民众会保家卫国吗 好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还有比较细向的一些调查 也耐人寻味 就是说要上战场的话 或者说在后援方面 还有美中台关系的互动 民众又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好 大家好 我们是奥运羽球国手 李洋 王麒麟 我们是一个团队 彼此鼓励坚持到底 就像防疫一样 共同落实防疫基本功 接种疫苗 提升防御力 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与他人 保持室内1.5公尺 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 做好正确洗手步骤 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 台湾加油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 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台湾国际战略 学会秘书长张明锐 特别来跟我们解析 之前所出炉的一份最新民调 那么从俄乌战火 来看两岸局势 我们台湾民众 对保卫台湾的态度如何 刚提到有高达七成 受谤者表示愿意 为保卫台湾而战 好 其实我们的这个军力 就是我们的国军 大概21万多人 目前看来 如果要上战场的话 当然比较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 他们大概有200万人 这个数字后面差几个零就差很多 当然这个现在的战事 是可以有很多 包括现代的科技战的 我们就不谈这个 但是就是说好 那我们还有一些后级 就是义务兵力 就是教招这块 这个很有意思 最近也引发了讨论 就是在民调当中 也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就是台湾人对国军役制度的看法 兵役教招制度 大家也关心 有人形容史上最硬的 后备军人的教招心智 可是有七成民众表示支持 只有不到两成表示不支持 这史上最硬就是说还蛮辛苦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这个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国军的征召制度 他们这么的支持呢 我想这个就是在一个趋势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县市里面 我所谓的县市就是这个现代的一个群势 那么这种氛围之下 我相信这个台湾老百姓也看到了这种冲突的场景 那么对于未来有关于国家安全这一部分 或者我们讲传统的这种军事安全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看法 慢慢的都有想到说 自己在未来面对这个战场的时候 恐怕必须要自己来去应对这个战争 我为什么会讲这一段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在民调的前面 谈到这个台湾人对美台关系的一个态度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打下来以后 那么美国那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导国家 我相信台湾老百姓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也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我们民调里面有谈到一样 美国会用什么方式来协助台湾 或者协防台湾 这里面就有谈到说 提供武器装备的人61.5% 蛮多的 后面就公开的声援 情报支持 那么派兵志愿的反而只有26.1%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那么因为我们在以往在做调查的时候 美国会来帮助我们 这个协防台湾的这个民调 有时候都会超过50点多 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思考到 说美国会来帮助我们的 但这次的一个调查 在理想上面 我们有一共有两条 那么有一条就谈到 会不会出兵来协助台湾 只有42.7% 换句话说 也比以前降低很多 那么战争如果爆发以后 会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台湾 那么派兵资源变成了26.1% 我们这是负选题 所以你看他 这个突然出来的一个就是 这个战争还是必须要靠自己来处理的 我想这个给我们自己老百姓一个提示 比如说未来台湾本身如果发生战端 台湾人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战场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我觉得第一个 国军教招这个制度 一个礼拜变两个礼拜 或者是什么很硬的那个 当然这个从我 我本身是一个军人 我看到这个教招的状况 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往的人 就是我那个年代的观点来讲 还可以再硬一些 还可以再延长时间吗 或者说所受的训练 更可以上战场的这样子的 我们以前都强调 并不是只有点名或上课一般的 实战操练 对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新闻记者 把说最硬的 其实如果谈最硬的话 我想跟我们那个年代里面 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不过现代 这样训练 他们认为是比较硬 那个我们可以从一个背景上看 因为现代的一个战争 那么在训练上面 比较强调所谓的科技技术的一个养成 所以美国人在看中国大陆那种训练 就解放军的训练 他认为是比较不人道 会比较不文明 那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 这种技术能力为基础 整个部队的一个人量 能量 在技术能力这一部分的一个方法 就武器装备了 这一部分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他会依靠这一部分 那人力部分 他就可以稍微放得低一点 那个标准来看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那个教招支持度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 因为怎么样呢 你面临的环境 你需要训练 要不然你上了战场 你自己还是要面对生死问题 反正我们以前讲了 这个平时多留 暂时少留学 跟我们以前的口语 接受训练是应该的 这第一个 刚刚Milson其实是点到 就是说 不同世代的训练 真的很不同 你们那个年代 大家忍耐力够 现在这个年轻世代 要稍微严格一点的话 这种磨练训练 可能家长都会出来说话 或是一些年代 或是一些团体 就有不同的看法 这也可以说 过去军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些问题 这也是时代的趋势吧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像美国这方面来 做一个模范的一个学习的时候 那我们的装备武器 恐怕也要跟得上 是 所以有蛮重要的 转换的观点 就硬体软体都要嘛 都要 就是在人力上 就是说你的心理素质 就是说你对于 保卫台湾的这种战斗意志 要有 训练也要够 那才能够发挥 所谓我们常说的 不对称的战力吧 就是说我们才能够发挥 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就像现在我们在观察 俄乌战士 有一些看法是说 乌克兰的战斗力 还蛮强 对 是不是俄罗斯 他错估了这个军事的情况 不过 现在的演变如何 也不太清楚 但是毕竟就说 这是已经开战的一场 血淋淋 一个活生生 是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电影的场景 但是就在 真实的 在我们生物当中来上演 随着时间的流逝了 不晓得 这场的战火会有多少人 因为遭到这个战火的蹂躏 可能流离失所 会有更多的伤亡 好 所以刚刚提到美国 或许有些人会问 那美国对这次 俄乌战火的态度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来看 说他会对台湾就 袖手旁观吗 是不是战略地位不一样 也会不同呢 就是说 在俄乌战火 他是不是打一个 这个所谓 类似代理人 欧洲人要先去打 台美之间 有台湾关系法 或有几个公报 支持着我们的国防 当然自己国家 自己救我们 蔡英文总统 他们的官员 都这样告诉我们 Mishal你怎么样来看呢 在战争还没打起来的时候 这些讲法都可以成立 你都可以去说明 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个主题 是从乌克兰来看 那乌克兰战争这里面 那美国也没有狮子的派兵去 那这就是一番两分 也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 当你在处理这个 就我讲的美国了 处理俄乌战争的时候 那你送武器 或者是你帮他训练 或者是你在国际间来惩罚 俄罗斯 这就都是你的一种 应对这场战争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 就是他在这一场战争里面 怎么表现 像西方人就讲了嘛 这场战争就是 也是给中国到来看的 那未来里面台海之间 也是用这种方式 看看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 美国有人这样说了 所以我想他们自己本身 都有这种心情 那我们看到这种事情 当然也要有自己的一个 淡定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在想 先不要去考虑到说 美国你到底会不会来支持 战争你回去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自己有没有决心 要把自己的军事 体系或军事的能力 或战力 做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什么发展 我想重点应该是这里 是 那么在民调当中 我们看到对于美国 是否会在两岸发生战争时 出兵协助台湾 有42.7%的民众认为 美国会出兵协助 但是47.3%认为不会 这两者比例差异 真的是不大 几乎是一半一半 显示民众对美国出兵协助 态度是分歧的 那刚刚秘书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要去正视美国的态度 所以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那最根本的就是 在我们的国防战力 能够提升 我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的国防的军力 国军也才二十几万人 那即便就是说 媒体记者写的 这个史上最硬的后备军人 较昭心智 其实也不算是最严苛了 最后秘书长 你以你从军的一个经历 你怎么样来看 就是说 即使年轻世代 他承受磨难的 这样子的一个忍耐力 不像你们这个世代 但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在如果政府 要有些配套措施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来做 这方面的推动 现在第一个 就是说 他不是提出来 国境要延长EUE的时间吗 那现在大概就是 在一般社会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我们民调环境上 就做支持嘛 就到69.6的人都支持嘛 就已经超过一大半了嘛 那表示说 对于这个 意义严长的这件事情 那一般国民 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的在 那我们暂时不要管他 说是几个年龄层 如何如何 多少反应 除非他考虑到他的选举 否则的话 我们从一个国境的发展的 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算是一个支持 跟良好的一个开头 那第二个就是说 延长EUE的疫情 我想我还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 能够帮国境讲点话 因为在我们国境发展过程当中 也就是缴减兵员的过程 他用了很多理由 其实尤其是年轻的人力的释放问题 在当时讨论了很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能够节约国防经费 当时也讨论了很多 其实像我们当时 都已经提醒他 这个人事经费不可能减少 因为以前一个兵五千块 现在一个兵大概三万块 这个一个比六个 能不能弥补上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 经济发展 应该是要有专业取向 要理性观点来看 也就是说你政治化的这个道理 如果放的太多 那么你恐怕会让他适得其反 就好像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俄罗斯他还想到说 未来如何去治理乌东地区 所以他在战争手段 用的比较柔和一些 我们看起来 暴力性比较低 这个我平常讲 这个在战场上来说 这恐怕是一个 很不容易做得到的一种 作战行为 但是他们真做了 那这样我们不评估 是好是坏 我们回过来看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 要去健全我们自己的 国军的一个战力 建制或者战力 培养他的战力 那么专业取向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个部队里面 大概就有三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是战略 战略规划 第二个就是管理 管理我们讲 管理就是你组织 跟你的建制 后勤 这些的一个怎么样 管理的一个系统 第三个就是 部队里面的 所谓5G装备 也就是他的所谓的技术深度 这三样东西合起来以后 才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战力的一个表现 如果我们要 原厂U1的话 那里面涉及到的 就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管理 第二个是 你装备使用的 这个熟悉度 那如何能够让管理 不会像以前 资源医跟义务医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国军医 有一段时间 部队里面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人性问题 这个义务院看到资源医 说你看你一个月三十万块 我一个月才五六千块 那事情当然就 你要做得多 态度上会不一样 态度差很多 对对 就我们实务上 都已经经历过这一段 所以以前的这个部队长官 真的很辛苦 就过度的过程 EU1变成资源医的过程 现在就是说我们 EU1又要把它延长 延长一年或两年 我们不知道 那你把延长出来 那延长出来以后 要怎么去管理 跟教育训练 这个就一个非常重要 这个要必须要能够去考虑 那么尽量不要政治化 就是要与军事的一个视野 来看这个问题 好 非常谢谢秘书长 我想这个后备军人 教肇新智 国军延长 义务议的这个议期 从这个民调当中看起来 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我们应该借力实力 但重点也在于 就是说我们如何趁这个时候 来正视 我们如何提升 我们的国防战力 刚提到了很多 管理训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 人民解放军 他们也面临了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会极力来克服 他们目前所出现的一些状况 我想两岸都有 当然希望备战 不求战 是备而不用了 我们在今天探讨这个议题 就是说 希望大家也要思考 有国才有家 这个太严肃了 不过真的看到 俄乌战火 不得不让我们 有时候也是 我们还没地方跑 是啊 我们要有小舟 小船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战火 不要再延烧 希望能够止战 我们希望能够有智慧 来解决 好 是不是会有台海危机 民众会为台湾而战吗 我们今天是针对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还有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在最近完成一份 最新的民调 来告诉我们 民众在想些什么 民众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给政府做一些参考 那两岸是不是能够和平 互动交流呢 我想两岸领导人 智慧应该可以帮我们设想到吧 我们期待 我们是希望这样 好 非常谢谢秘书长 今天的观察解析 还有建议 谢谢您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